欢迎你收听继续收听芬儿姐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博音今天来了真的是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大家提到她的名字 基本上我当之无愧 可以说我从小看她的演戏长大的 我当之无愧 欢迎唐爱珍我们的国民奶奶 你从这个开场你倒是蛮有趣的 我告诉你每次碰到杨志良 他一看到我就说我从小就 我说你不准跟我说下去 他就吞回去 你敢跟我讲你从小看我的戏长大的吗 当然因为唐爱珍出道早 对 你这个话杨志良也是这样说的 当然是你出道早 不是因为我们长得老 没有我出道其实不早 只是因为想当年我是娃娃脸 人家以为我很幼气 其实我没有很幼气 我那时候已经可以投票了 满20岁了 那还不叫不早吗 还叫晚吗 对不对 那早的可能 而且他这是华士演员训练班 华士演员训练班第一期 对 而且他本来要跟我做同行 他是念广告设计歌 对啊 我是念广告设计啊 但是 后来就做服装设计 因为为什么广告设计 我没办法再念下去 到平面设计那边OK 到了立体设计那边 我的逻辑就完蛋 我没有办法立体 你们以前有学过立体吗 对不对 广告设计到了橱窗设计 他是不是要立体了 要量尺寸 要量尺寸 傻眼 要算那个投影 要算那个立体的位置 其实他这个透视什么 我先发觉男生好像对那个部分比较有概念 女生死 今天很开心啊 他一针从台南来上来 他呢 离开他两只猫 以前他离开他两百只猫 现在是两只猫 两只猫 还有一个孙 对 还有一个女儿 哈哈哈哈哈哈 讲起来我们家族还很大 好大的家族 你的孙几男生嘛 男生啊 一岁四个月 好来 从今天台真的身边的人 就可以看到他过去的生命的轨迹 这个孙 现在一年一岁四个月 对不对 跟阿嬷相处的状态是 邻居就说 他这么鬼精灵 是遗传谁嘛 我的天哪 他这么会演 你看动不动嚎啕大哭 马上就笑 他遗传谁嘛 原来都是我的错 都你错啊 是不是 好 是 他没有遗传到欧阳靖 没有 我跟你讲 欧阳靖哦 他是一个就是按照说明书 一步一步做任何事情 他都要做好规划 然后画着格子过日子的人 可是他儿子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按照说明书 那这又遗传到谁吗 那就是 你也没有按照说明书 没有 我随姓 随姓嘛 非常随姓 哎呀这个 你叹什么气了 他还真的出了一本书 叫做快乐女人不会老 对 这个我就在家里面就看到了 我在读这本书 你又不是女人 你读了干嘛 而且我给你报告 我全部读完 我真的哦 你比我还厉害 你要不要考我 我不要考你 因为我自己也忘了 哈哈哈哈 果然不按照规矩来 好不好 我记得比他清楚 来来来来 你考我 我考你啊 来我要问你好不好 好 哎呀 这个现在这个台湾就是绝对不会承认他在寒衣弄孙 他基本上 没有没有 我不承认 真的不承认 不承认 他回家对抗这两个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孙子献一岁四个月他听不懂人话嘛对不对他基本上连半寿人都不是他现在是属于就是叫做鳄鱼跟犀牛的合体 OK 你女儿对于这个儿子的看法是什么 他每次都在说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小心小心 我带他们去庙里我们谈谈很多庙 然后我在前面的就是帮他们这个拜拜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整个庙上面都上了一下又听到他妈在喊小心小心小心 我说众神明都知道你的儿子叫小心 信奖信奖日本话嘛信奖 信奖信奖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叫小心 他叫小心 他只会这样 那你不会是拉他一把 可是他不行啊 他就会扭啊 我说你就瞧他一下不行吗 不行 就是这样 OK好 来 所以谭爱珍有个孙子叫小新 新讲新讲 新讲新讲新讲 来来来 谭爱珍出了这本快乐女人不会老 真的今天看到他依然各位听到声音就知道了吧 是不是 就知道了吧 但是没有想到谭爱珍出了这本书 他把它从童年到现在 很多我们过去不了解的谭爱珍 很多的内幕 好 你很难联想到说 我原来我以前还有这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考验光是拍谭爱珍的少年少女谭爱珍我觉得就一部戏了哇塞也是啦是不是 是啊其实那个是一部分 我还没有把很多的东西因为不好意思输出太太后会那个成本太高 所以就省掉了很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谭爱珍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妈妈 给他带来三个爸爸 这厉害吧 很猛吧 好来我这样讲没错吧 错没错 一个妈三个爸 我佩服他 这佩服他吧 OK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意想世界 在访问谭爱珍其实很简单 我问一个问题之后我就可以出去喝咖啡 可以啊 谭爱珍就把他讲完 对不对 好了 你没有泡杯茶 这么旁边 谭爱珍有一个妈给他带来三个爸 怎么回事 对他三次婚姻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会听故事的小孩 不一定小孩子都愿意听爸妈说故事 那我妈妈呢 可能因为是长女的关系 所以妈妈就很自然都会把她的心思跟我说 从很小很小我就听她讲她的过去 讲她的未来 而且她每次都觉得我听得懂 然后她爱说 然后我又爱听 所以这些事情 我的弟弟妹妹 他们可能都不见得知道 反而我都记在心里 然后我妈妈也会把她很多 她保留的很好的东西拿出来 她跟我分享 分享她的爱情 妈妈一共生了几个孩子 五个 五个孩子三个爸爸 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分别生出来的 对对对 大哥一个 然后我跟两个弟弟是第二个 然后我的妹妹是第三个 所以就五个 奇妙吧 五个兄弟姐妹感情超好 超好 对 就是同母异父 同母异父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母亲 她是我们家里面最掌权的 母亲她hold住整个家庭的一个向心力 所以兄弟姐妹感情就很好 她真的妈妈 应该叫谭妈妈 谭妈妈 没有 她就直接喊谭婆婆了 谭婆婆对 因为后来她都喊谭婆婆 谭婆婆 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 很时尚很帅 听说有人是误会她是混血 因为她到那个 她说她走在路上 有很多人在问她 她是不是俄罗斯混血 有 后来才知 皮肤白 皮肤白 鼻子很高 轮廓很深 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湖北人 湖北宜昌 后来才知道宜昌人有很多 他们是跟维吾尔族有关联 也许她的祖先是有维吾尔族的 维吾尔族又跟犹太人有点关系 就是轮廓很深 但是维吾尔就比较白 就一路上一直混过来 所以欧阳静其实比较像外婆 欧阳静就像外婆 她长得像我妈 像外婆 你妈 那个性也蛮像外婆 那为什么会三个男人 三个丈夫 战乱时期 战乱时期她的第一任老公 她是将军 在百度都还可以查得到她的资料 还还可以看得到我妈妈跟她抱着大哥的时候的那个照片 百度上面有 那就是把那可能她知道大陆会失守了 所以她故意安排包了一架飞机说叫我妈妈带着外婆 我的外婆 然后呢还有阿姨就说带着孩子到台湾去旅游 这叫家眷先送走 她说去旅游 她不说别的 就是你们东西啊 什么东西带着啊 去台湾旅游 旅游的话也不像现在就是这么几天就可以回来 旅游可能要待个两三年吧 我随后再来 就从此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找不到了 其实就失踪了 没有任何讯息 所以我妈就是想办法还去参加中央情报局的特训 为什么 因为她想回大陆 她觉得如果她是以情报人员的身份 她有机会遣回大陆 那她可以因为这样可以探听得到她的老公在哪里 因为以前 是川岛方子还是长江一号 她如果是的话应该也就是那样的人吧 然后厉害啊 所以她就她就一心一意要去 她争取情报了 她争取受训还还结训 结果结训通知 寄来被我外婆看到了 外婆快崩溃了 崩溃了 外婆说你要离开我们这些老老小小怎么办 因为是她在挺这个家呀 所以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我们我妈妈那一系列从清朝时期就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就把所有的教友通通集合在一起 大家祈祷忏悔 因为真的基督徒不可以 主耶稣感谢主 我们怎么可以让谁谁谁去做情报员 对 所以求她 拜托 求主原谅她 对对对对 原谅她 然后开她的智慧 对不对 打消她去大陆的念头 哎呀 从此一刻就真的就断了音讯 她如果去的话就没有谭爱珍了 应该都就是我们后面她的生命故事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篇了 另外一篇了 对 没错吧 妈妈没有去当情报员 就留在台湾 超级会持家的 她很能干啊 她随时随地满脑筋都在想做生意 她到90几岁 她还在跟我讲说 我想来开个店 我说妈呀 你现在开什么店 她是一直处在这种 她90几岁要开什么店 我很好奇 她说我想开一个简单一点的 就是卖一些什么装饰品啊 玩好玩的东西 可爱的东西啊 我说那你卖来干嘛 就让人家来买啊 我说你又没有要赚这个钱 我就觉得有收入很好玩啊 你看 她是从年轻随时随地就在想 我怎么样 可以做生意 然后可以赚钱 她是她的乐趣 所以妈妈后来是到几岁 95 很有趣哦 她是后来到大陆东莞 弟弟那边 弟弟后来在当台商 台商然后那边做得不错 然后把妈妈接去养老 然后所有的亲戚 我们是湖南嘛 湖南四川 湖北亲戚都来 都在工厂里面工作 OK陪她 陪她呀 所以她觉得 还打麻将 很爽 你知道那个老太太最喜欢 是每一年啊 他们在办那个 就是尾牙 尾牙 尾牙两个场合起来 就是上千人哦 员工 整个这个操场 都是那个一桌一桌的 然后这个时候 董事长就要推着轮椅 老太太要坐在前面 哇 你看那个爽的哦 大家全部站起来 而且不是说董事长好 奶奶好 奶奶好 那个奶奶就是手举起来啊 然后我跟欧阳静讲说 欧阳静就说 外婆好爽啊 我说我觉得啦 能够在人生的最后 让她有这样的一个爽的感觉 真的很谢谢吴弟弟 是吗 是啊 帮大家把这件事情 弄得很圆满 很圆满 然后到他往生的状况 也是很奇妙 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书里 我反正已经都忘了 你问我 我都看过了 真的啊 然后有一天早上五点多钟 我就睡不着 我怎么不晓得 为什么起来 一直睡不着 然后就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到了七点钟 我妹妹就传了微信给我说 妈妈早上五点多走了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看了那张照片哦 我竟然没有哭 我哈哈大笑 为什么 我妈妈走的时候 躺在床上 她盖的一条被子 上面是多拉A梦的图案 因为她也是很卡通 可是我一回头看我的床 我的床上被子 就是多拉A梦的图案 很好 任一门就穿越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的连结 我们都盖着 是多拉A梦的被子 然后我竟然五点多 我就醒了 就觉得有事情 是的 然后我就说很好 母女连心 母女连心 我说也好 95岁 然后能够是这样子 在清晨的时候 就这样子睡梦中走 那是真的还不错了 不过好 我出生的后面没写 没写 你没写 你这段完全没写 对来不及 不是 偏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 欢迎收听范儿姐的异想世界 好 那谭爱珍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涵盖 看看今年70岁来看 他20岁初的 快70了啦 就是半个世纪 超过半世纪 出道 我们如果 出道半世纪 出道已经过了 过了半世纪了 对 所以有一天 你如果看到什么 你做演电影啦 金钟奖啦 到时候会 金钟奖会颁一个什么 终生成就奖吗 对啊 我现在在等啊 很好 我年资还不够 我们刚刚讲到 谭爱珍的妈妈 所以说在95岁的高寿 他最后的这一段时间 在东莞 被弟弟家人 奶奶好 他爽死了 爽死了 很开心 有人陪他打麻将 对啊 子孙买糖 旁边人都围着 对不对 这老人最开心的 就是安养天年 对 这是修到海福 不过我觉得 那是因为他心境很快乐 他从年轻 不管遇到多大的考验 他马上就可以 很快就转练 然后让自己 很开心 因为他射手座的 他个性非常射手座 所以他没有在意 别人是什么感受 管他的 不过台诚在这本书 叫做快乐 女人不会老 你们写了一个小小一个段子 我觉得你们就超级有画面 说妈妈到了东莞 叫你回来找第七 对啊 找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广东 跟他的第一位老公 叶将军 叶将军 他说那个时候有很多房地器 是大哥的 要留给大哥的 所以一定要找 我心里在想 我妈妈对我没有秘密 她什么都说 而且她什么东西都拿给我看过 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广东的房地器 我懂了 大女人嘛 对 大女人没有秘密嘛 然后我就开始找 因为妹妹就没事就打电话 说怎么办啊 她翻箱倒柜 说我们把她搬家的时候 把东西搬去搞丢了 什么 我说好 你跟她讲 我找我找我找 结果我就真的也找啊 找了以后 终于看到了一样东西 我就哈哈大小 他里面有一条丝手帕 他自己亲自绣的 他为什么绣 因为那时候躲日本人 他讲了 他在山上他们躲日本人 没事干嘛 他就 叶将军就提了个字 那他呢喜欢画画 他就画了个很漂亮的花 他就一针一绣的 在那边绣了一个丝手帕 叶将军那就提了个字 他觉得叶将军字很漂亮 他在把他的字呢 用绣线 把他全部绣在那个手帕上面 你说那个对一个 他深爱的男人 的那样东西 这是他唯一留的那样东西 还有一张照片而已 这是唯一的纪念 所以我 他以前就拿给我看过 因为我曾经问过他 如果有一天 因为他不知道叶将军生死 我说有一天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叶将军 你会怎么办 他想了一会儿 他说我上前给他两嘴巴 我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让我一直这样子过这么多年 然后越嫁越烂 对不对 他对 他每次都这样讲 他后来拿到那个券 你知道我也不说 我就把它表好 然后我就不说 我完全不说 然后就表得好好的 照片也放着 然后我就带到东莞去 我说我自己亲自去 我就笑咪咪的 我说你找的房地器在这里了 他那个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他明明就没有房地器 那为什么会拿了一样 一个盒子装的 他打开一看 你知道 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眼睛是亮的 他看到那个 然后眼睛亮 然后他把抱着 就看了半天以后 他抱在怀里 抱在怀里 然后一直摸 一直摸 其实很感动 很感动 然后我就说 那就挂床边吧 他说好 真是母女年薪 这个是还有了 因为我比较属于那种 叫做会 会替别人想 会感受别人情感的人 所以我帮他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好开心 那个真的 我就想说 最后也没什么遗憾 这个是陪在他床旁边 陪在他走的 最后一天 他真的最爱他 因为我书上就有写 我弟弟就跟我哥哥讲说 我觉得我妈比较爱你爸 应该说叶将军生死未明 对 这个很多传言 也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因为没有见到 没有知道嫁落 他也不得不嫁给第二任了 这也是不得不嫁 那个时代好像 你没嫁你怎么办 孤儿寡女 其实他很有能力 他比我爸有能力多了 他很会赚钱 他要养家活口 不困难 只是那个年代 好像觉得一个女人 没有在嫁 没有老公 好像是不对的 像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不会了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凡人姐一想世界 你看一个妈妈造就了欧阳 不是造就了谭爱珍 也不错 欧阳静也是 对 再来一个女儿 又搞一个欧阳静 对 那么当然欧阳静 提到欧阳静的爸爸 这个爸爸就厉害 欧阳英杰 欧阳英杰 这个开启完 就是大哥级人物 是啊 他说内政部有发证照给他 叫甲级 流氓 你对你们好像妈妈对这个女婿是很满意 满意啊 他很喜欢 他很喜欢那种有江湖豪记的人 江湖豪记的人 那么大家跟大家讲一下 书上写了一段很棒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欧阳英杰就是谭爱珍的老公 他也像绝技 对 他叫这个叫什么绝技啊 其实那个讲也不是绝技 他就是这种海上求生 海上求生 但是呢 以前那个 这样讲起来真的是 最早以前都是第七舰队的士官长到台湾来特训 以前是爆破队 还没有海军陆战队什么特种部队都还没有 最早就是爆破队 他是第二期的嘛 他说黑人士官亲自来训练他们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就是比如说 把他们用用那个快艇带到很海的很外面 然后把他们全部丢下去 全部丢下去这些蛙人 这些人丢下去以后 他们身上只有一把刺刀 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没有淡水 那么你要想办法游回本岛 你游回来你就成功了 游不回来那就算了 就算了 算了 真的就算了 那就就能淘汰就淘汰嘛 你要活着就淘汰嘛 没活着就算了 就这样 然后他们怎么求生 就是必须唯一的淡水来源 那时候他跟我讲 其实其实因为别人都传了一些怪力乱神的一些传言 其实他说很科学嘛 就是因为海鱼会有淡水 OK 你吃海鱼生吃他们只能生吃 生吃海鱼他可以补充你的水分 OK 然后呢你也可以饱 然后你可以有体力回来游回来 很远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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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你能够抓海鱼你只有一把刺刀 OK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他们就是回来 他说他们那一对都回来了啦 都不错都回来了 那可是真正的他变成老百姓之后 抓鱼这件事情在海里面赐鱼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他的一个很奇妙的嗜好 他如果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去抓鱼 他的手上会长茧 不舒服 没有 他上面就是真的一块硬皮出来 然后他就要去抓 而且他最后就是练空手抓 他不用刺刀 所以他下海呢 他没有什么潜水装备 没有就是一套运动衣 一双球鞋 麻布手套 因为麻布手套预防那个胶石 会去刮伤手嘛 麻布手套 连刺刀都没有 然后没有水费 就是一个挖镜 你那个比较要进入深的地方 就要用那个气管 那不然就是一个挖镜 那他就直接用三个手指头去抓鱼 超man的 很man 然后那个时候李涛曾经说要拍他 他就说不要 他不想让你知道 那但是很科学的他都会在会跟我说 因为我他们那些像以前范红轩 他们这些老朋友都说他一定 是在海上先念咒 施法 然后再下去他就抓鱼 我说放你个大头 那他是说他其实看海上的涌啊 浪啊海边的一些浮游生物啊 他是用推理的嘛 推理他就可以知道大概有什么浮游生物 会有什么样的鱼 会有什么东西 会有什么东西 然后大概会在看海上的涌跟浪的花纹 他大概会知道在什么地方 那有一样好像还没有 书上应该没写 那个时候很多的人 我们演艺圈的人 尤其葛小宝最喜欢 只要一回来就说兄弟带我们去抓鱼 然后葛小宝就会搞好几部车的朋友去参观 然后就是然后他就去海边 然后在一个礁石旁边 然后他就说你们玩哈 你们生火 他就背个旅行包 就这样下去了 那李立群最好笑 李立群每次说 你看你看那个怪人又下海了 因为那个怪人就是这样下海了 怪人又下海了 我说赶快生火 他有时候水没开 他就上来了 然后就带了一袋的 那个一大堆的海鲜 然后他有一次保扫 在那个石头边在玩 他上来以后 他的习惯就是喝绍兴酒吃槟榔嘛 他就是他的休息 他坐那边吃一吃 他突然间指着保扫 说你不要动 保扫说为什么 你不要动 你千万不要动 你连动都不要动 那个水的深度大概只有到 还不到小腿度哦 他就下去了 他下去离他大概不到两公尺远的一个 一个大岩石的底下 他手一伸进去拉出来一条海鲜 很长 我们都亲眼看到太多人看到狼熊狼叔最喜欢看 他整个拉出来之后 你知道那个海鲜正在产卵 你还看见他那个卵在面正在产卵 然后他就说他现在要把这个海鲜移到比较靠外面的地方 让他去产卵 他说你知道他正在产卵他有多凶狠 而且海鲜一口咬下去 他那个牙齿是倒的 他会把你整个腿上的肉都拉掉 哎呀 他说他们说那你怎么知道 你坐在岸上你怎么知道 他就笑一笑啊 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 所以他说我叫你不要动 真的是这样 你只要再一动 他就会出来咬你 所以宝哥啊 葛小宝啊 狼熊啊 八哥啊 李立群啊 顾宝明啊 哇 这些人都是最喜欢跟着他到海边 以前狼叔叔说 我活这么大年纪 我谁都不服 但是我就服欧阳 你知道狼叔叔是杠子头 当然了 来来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意想事件 时间过得很快 对 跟那个台海珍聊天 真的是这样 熟着就过去了 对 那这个 当然对台海珍来讲 现在这个女儿欧阳静 对不对 对 那么就一个女儿 对呀 我就生一个还好家在 你也是什么话都跟他讲 是啊 我们两个就是 其实像朋友一样 我会为一件事情讨论 然后互相讨论 欧阳静在妈妈的这本书当中写了一个序 很好笑 很好笑的序 真的 直播也是超好笑 他把我书当卖海产一样在卖 对 真的很好笑 真的 他的这个序写的真有趣 是因为呢 这个 在这个书当中 他会写说 我妈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利 的欲望 没有 没有 演艺生涯对他来讲 他也没想要当巨星 没有 他也不会想说为了什么某个角色牺牲自己 没有 好好去琢磨 没有 没有 好玩 好玩 琢磨其实我有点天分 就是见到就会演了 但是 我就是会演 但是像你去演个什么杨卉山以前 从什么年轻 在身胖几公斤在变瘦什么东西 那我要先 我第一件事情 我要想办法先把腿弄长 胸部弄大 所以这个妈妈是明星 对他来讲是在小时候是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后来念书的时候 他小时候有感觉 读小学就有感觉 因为同学会霸凌他 OK 因为你妈妈是名人嘛 然后这样他功课很好 是 所以他也是 其实对他来讲是压力 后来长大以后 他慢慢就觉得说蛮好的 因为曾经有人问他说 你怎么不戴口罩 有很多年轻演员喜欢 就是不是疫情 很早以前他们就喜欢戴口罩 不然出去就要戴个墨镜 就怕人家认识他 他从来没有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话说 我妈都没戴 我为什么要戴 这句话很好 认出我妈的人可能更多 对啊 我妈都没戴 我为什么要戴 这个很好 所以说你现在跟女儿相处的状况 我们好 就是从这个家庭琐碎小事 到一个国家 到大事 国际事件 我们都可以像同学一样讨论 因为我把自己定位 不是他妈 我是他同学 这样不是很好 我没有压力 对 我想这个台海珍也陪了欧阳静 过了一段辛苦的日子 那他青少年的忧郁症 现在后来现在要面对疫情的关系 他突然之间好像变成一个单亲妈了 在台湾养养养儿子 前天我们在异载京城玩的时候 就看人家那个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在那边玩啊 我说我们两个人一个单亲妈妈 一个单亲阿嬷 我们带着孙子在那边玩 他就说对啊 他算是他现在已经 就是说已经走过那一段时间 而且他非常的活跃于他自己的身体 忧郁症那一段是觉得是他的生命中 非常感恩的能量 他现在说回头 累积了他很好的能量 让他更坚强然后盔甲变得更厚了 然后他可以再去有勇气去应对后面的各种考验 其实我说今天跟台湾养聊天 你看妈妈在他心中留下了所有的记忆 然后爸爸在你生命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辛苦的过程 对对 也对你童年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阴影压力创伤 对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你就写得很详细 是 爸爸怎么把你带走 对对对 养你 要把你寄养在别人家 对对对 那你小时候没有什么连衣服啦 什么温饱啦 这些事情都要很辛苦 但是童年的创伤印记还蛮深的印在心里面 但是很好的就是说跟爸爸有和解 然后也让爸爸跟妈妈之间也和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这一生做的 我自己都觉得很对的事情 就是没有遗憾 而且他还真到了差不多十年前跟着女儿一起去上课 对呀 就上一个那个量子转练引导技术 是不是 那个那个本来想帮助别人的啦 就后来发觉帮助自己跟他 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也跟自己的女儿有很多 有共通话题了 有共通话题了 所以你现在快乐指数多少 我现在快乐指数的话是6 6 你觉得不满意 很好了 因为6已经过一半了 是 我后面还有成长空间呢 是 还要学 我觉得快乐是要学习的 是因为他刚刚已经发下好 好语 所以他90岁才就出一本 如果不小心活到90岁 你没有人知道 看你们家基因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看妈妈的基因是蛮厉害的啦 外婆也活很长寿 妈妈也活很长寿 爸爸那边虽然是那个比较短 不过都是通常都是看母系 看母系对不对 对 而且妈妈是在那个战乱的时期的 对啊 对不对 你们就不一样啦 现在开始对不对 对啊 我们干嘛活在这么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么一个太平的时代 虽然说世界变化这么大 但是我们可以很安稳平静 然后快乐的 然后学习到一个叫做 把自己抽高拉远 用高维度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对 一个人自从抛掉那些动物之后 果然成长很大 你知道动物也是我生命累积到的一个能量 对 那但是我觉得要学习了 我是觉得去学一些心理学 尤其像量子转练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它是比较科学的嘛 我不喜欢用宗教做基础的 我喜欢比较科学的 那就发觉看事物会用不同的角度 对 这个我们今天只能点到为止 点到了 对点到了 就在这书里面叫快乐女人不会老当中 其实详细的叙述了谭爱珍跟她那个老公 好吧 老 然后呢 谭爱珍因为吃素吃了很多年 吃了30 30多年 然后呢 这个也还养了很多的动物 从一个很怕狗的人 到每天要喂狗 很多的详细的细节 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缩影 大家买书看 好谢谢咯 真的本来想要取名叫快乐老女人 后来因为想要让年轻人也学嘛 就是改成快乐女人不会老 对 那是一个17岁的谭爱珍在封面上 好不好意思 怎么一晃眼70了 对不对 哇那个妈呀 中间还有谭爱珍的比基尼照片 那个是准备将来告别适用的 哈哈哈哈 她女儿说的 你看这对母女 听起来已经非常的开心了 好我们今天谢谢爱珍 谢谢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谢谢